你们俩其实都是同类人 这个同类人是什么呢 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 都是第一位的 都是自己 看看你们的对话吧 你就不能来我这吗 你就不能为了我做点牺牲吗 那你这边说 不行 为什么 因为我还没确定 我今后是要跟你在一起结婚 因为你的性格我可受不了 如果说这个人的性格 你都看不上的话 你怎么可能爱上这个人 为什么说很自私很自我呢 所有都是围绕我 如果能得到利益的话 我就选择 比如说异性送早餐 那不是普通的早餐 那是爱心早餐 你可以和男朋友去看电影吗 至少我是不觉得 能和异性去看电影 如果我们不是那种关系的话 但凡是一个有基本常识的 有情商的都会感觉到 那意味着什么 为什么能接受 就因为不够爱对方吗 到目前为止 我也没觉得你们真正当中 有什么爱 都是各自留有余地 留有一个备选方案 男方也一样啊 有一个女孩追你 然后拒绝了 但还联系 你不是也在给自己留余地吗 你们两个人 谁为你们之间的所谓的爱情 去付出了呢 都是各自在各自的城市 美其名言说 我觉得异地恋的时间 可能会更长吧 拜托 最后两个人相恋的目的是什么 就要走在一起呢 怎么可能去选择这个 坦然地选择这个异地恋呢 还是自己都自己 太多放不下的东西 没有说为对方可以舍弃的东西 如果两个人的感情 到这一步来说的话 没有必要继续下去 只有一种情况 你可以为对方付出 我愿意为你做出很多 我不求回报 你们谁能做到 做不到 趁早说清楚吧 好吗 就这样